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8年初 白富勤投资集团和白富勤定息债券两间有限公司被强制清盘 第二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委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高层法兰特为审查员 调查两间公司的倒闭原因以及当中有没有违法行为 调查报告在2001年发表 说白富勤倒闭的原因是亚洲金融风暴 相关董事都无法预料 但是公司在报告和会计程序 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都有不足之处 管理上有缺失 建议当局基于公众利益 申请取消白富勤四个前董事出任公司董事资格 最后白富勤的前主席杜辉廉和三个前董事被高等法院下令 禁止出任董事四年至五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